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資源回收廠外 丟了上千個廢氣筒 而這些空筒裡都有強酸強鹼的化學藥劑殘留 檢察官再度搜查秋黃氣夜社 黑心買賣依舊存在 大量曾經裝有化石藥劑的塑料桶 稽查人員隨機抽驗 結果這一桶付0.56是強酸 這一桶甲基黃酸12.82是強鹼 還有氨基黃酸煉龍作液 強酸強鹼透過工廠和醫院 留到這間回收廠 回收廠再重新壓碎硕形 賣給塑膠業者再重製成 給一般民眾使用的飲用水桶和餐具 但這回收廠沒有甲基清潔執照 專控化學藥劑的桶子 也統統都沒有清晰 這個強酸的部分 如果小於2的部分 就是一個有害的強酸的物質 那大於2的部分 就是一個危害的強鹼的物質 那在畫面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強鹼物質裡面 已經達到12.87 這是非常強酸 5月份這間回收廠就被查出 有4公噸的可疑成品 黑心生液賣超過了11年 每個月獲利20萬元以上 但重點是這些黑心塑料 已經讓民眾使用多年 商品流往何處 檢景還要擴大追查 第二則是燕營SNG小組 台北報導 和董營SNG小組 谢谢大家